大家好,我是許隆傑醫生 今天這個講座我覺得有點特別 因為以前被有疫情的時候 我通常是一個很大的禮堂 然後有很多參加者一起來聽我說話 今天也一樣有很多人來聽我說話 大會好像有200多人上來 科技進步可以令我們 今天雖然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這裡 但其實大家看不到鏡頭後面有很多同事 一起幫我們搞今天這個講座 所以可以通過高科技 今天我來到大家當中可以去分享一下訊息 事不宜遲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許隆傑醫生 我本身是一個精神科的專科醫生 我本身是私人執業 但我也是兼任醫管局的 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科診所 本身也在教育局有相關的工作 主要都是圍繞兒童及青少年 我看看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怎樣可以識別得到 因為我相信今天很多參加者都是老師 還有這些是校長 我相信大家都經常遇到很多學生的問題 這次我們這個講座都是精神健康的活動 所以精神健康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很多在診所包括在政府或是私人診所 很多病人多數都是小朋友或是青少年 有時伴隨著可能會有學校社工 甚至乎有老師都會一起來陪診 我聽過很多學校社工老師 很多時候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醫生 我整班有三十多人 每個都精神健康的問題要關注 究竟我應該關注誰呢 所以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問題問得最多就是 醫生是不是真的每個都要帶來看你 你是精神科醫生 難道兒童和青少年都有精神病 很多人都會問 因為我是精神科醫生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兒童和青少年 青少年都可以 你可以說他都半個成人 兒童都有精神病 這件事其實就要看回心理學 其實心理學有說到的 究竟兒童什麼叫精神病 有些人就說 精神病究竟是不是腦部發展有問題 這個當然是 所謂先天的因素會引致兒童 很多時候會有情緒問題 因為其實兒童一出生 你可以想像到 他的腦部就像一個泥膠一樣 他未發展到成熟 很多能力都要一路一路發展出來 所以如果發展過程有問題 先天上都會引致到很多情緒和精神的問題 當然後天都很重要 小朋友剛剛出生 他有什麼後天影響 最大的後天影響就是父母 或者到他提升的時候 上學最大的影響就是學校 所以其實兒童和青少年很有趣的 絕大部分關注的人都是家長和老師 這個後天的影響其實都會引致到 情緒和精神問題 如果去到很極端 就真的會去到我們精神科醫生這裡 所謂發展心理學的意思就是 當一個人從一出生到幼稚園 今天我知道有很多幼稚園老師 幼稚園的時候 又或者上到小學甚至中學 然後就讀大學 然後出來社會做事 整個連續的過程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而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中間出了什麼的亂子 或者是有什麼缺陷都會引致到情緒的問題 剛才提過也有些是幼稚園的老師 相信你們都很關注 這麼小的時候就會有情緒問題 有些人就說要贏在氣跑線 就說一出生有些甚至乎很嚴重 就說胎教 還未出生都要說定 但是究竟學前的小朋友 會不會有一些情緒 或者是精神健康的問題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有的 但是究竟你說 也很常見有人問過我 究竟多小 是不是一出生就可以發現 也有情緒問題 還是要大到多少歲 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回 學前兒童的發展 這裡大家看到 這個嬰兒很可愛 他說到學前兒童的發展 其實是根據歲數的 由零歲至兩歲 這個階段 就未去到我們心理或精神科醫生的處理 不過這段時間 就是移科醫生很重要處理的階段 零歲至兩歲 大家都常見 去健康院便會檢查這些 大肌肉發展 小肌肉發展 或者一些感官發展 就是聽話 說話 大家以為這些問題 怎麼會是精神健康呢 不要看小 原來 零歲至兩歲 其實腦部發展 其實腦部發展 非常重要 雖然零歲至兩歲 你很難跟他做一個 正正式式的精神科評估 但是這兩年裡 其實腦部發展 非常之關鍵 而發展如果出現問題 零歲至兩歲 出現情緒問題的機會是大了 即使零歲至兩歲 我們都不要看輕 如果零歲至兩歲 他的大肌肉發展 小肌肉發展出問題 其實都反映了 可能他的腦部會有遲緩 而腦部出現問題 也會反過來 引致到肌肉發展 所以經常叫家長 零歲至兩歲 都不要看小 都要帶他多些去刺激 或者接觸多些東西 讓他腦部受多些刺激 令他的發展更好 好了 當這個階段過了非常好 去到兩歲至四歲 回應一個問題 去到多早 可以發現到情緒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最早 最早可以24個月 即是說兩歲多些 其實如果一些比較嚴重的 情緒社交的缺陷 已經可以看得透 包括什麼 眼神接觸 即是說 有些小朋友 可能兩三歲 眼神接觸 很弱 或者不太懂得回應你 其實可能已經顯示得到 他有一些早期的情緒 和一些社交發展的問題 這個可以等下我們再去討論 但這段時間 當然很難說有精神治療 但其實的確 三歲已經可以做一個 完整的 我們所謂的自閉症 或者社交情緒的一個評估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為何小朋友可以來看精神科 最早可以兩三歲都可以 那些時間 對於社交情感發展都相當重要 很多家長都很緊張的 就是測IQ 去到五歲才可以測 其實五歲之前都是沒有的 但在整個學前兒童發展 大家都要去很緊張 為何緊張呢 其實就是 你需要在這段時間 和他接觸多些 刺激多些 他的情感的需要 或者他的認知功能 或者各方面的發展 這個階段 其實會有很多情緒問題 但是 當過了這個階段 上到小學 就真真正正 有一些比較 是我們稱為很挑戰的情緒問題 去到小學 小學有什麼情緒問題呢 這裡總結一個簡單的類別 就是當小學生 很多時候 老師會看到有什麼情緒問題呢 第一 很多時候 焦慮 緊張 以及恐懼 你說 小學 小學生 為何都會有 緊張焦慮呢 不是的 小學生都可以有的 因為我們不要用大人的角度去看 我們很多時候從大人的角度 就說 小朋友的事 很小事而已 但是你看看 在小朋友的角度 他們的世界 只有你 我們大人的世界 多姿多彩 我們可以上班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小朋友的世界 就只有家長 家長 學校 老師同學 所以 當中發現了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會引致到恐懼 焦慮 再加上 如果本身 他的性格 或者出生的時候先天因素 是比較傾向於焦慮的那些 那就更大問題了 第二個很常見的情緒問題 就是 情緒低落 或者叫做抑鬱 你說 小朋友都抑鬱 應該天真難萬 怎麼會抑鬱 不是的 有時候 在他們的世界裡 雖然 在大人的角度好像很小事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都會令他們覺得 我們失去了一些事情 或者他們覺得很失望 不開心 這個都會引致抑鬱 脾氣就更加常見了 很多家長都說 哎呀小朋友在家裡發很大的脾氣 原來在學校發脾氣都很常見 脾氣是一種比較 表面上容易看得到的情緒問題 這件事其實都很需要去處理 最後我想真的很多人都很擔心 自殺傾向 沒有理由的 這麼小的小朋友怎麼會輕生呢 這個問題其實都很需要大家去關注 特別是這幾年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 甚至有些小到小學生 都會有這些自殺或者自毀的行為 雖然那個比率是很少 但是一發生的時候 都是令到別人非常傷心 和真的很想去處理 那麼就說回焦慮吧 剛才說過了 小朋友的世界其實很小而已 可以有任何的事情發生 都會令到他們很焦慮 那麼最常見或者最早看到焦慮是什麼 大家都會互惡那樣東西 就是怕上學 那麼現在的小朋友上學就越來越早了 其實大家都沒有人知道 原來小朋友是不用上幼兒班的 到現在也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蛤?不是的? 沒有幼兒班啦 Pay Group也要上班 還要是名校Pay Group 其實不是的 其實理論上你不上幼兒班是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讀K運 但是每個人都上幼兒班 幼兒班三年 花年幼兒班 但是現在很流行 就上幼兒班前有Pay Group Pay Group也有名校Pay Group 所以呢 上學的時間越提越早 剛才說過了 小朋友一出生的世界很小而已 只是家裡或者家長 你說要上學 其實對他來說很大件事 當然對一個大人來說 小事啦 只是上學而已 但是對於一個 剛剛出生的小朋友 沒有幾年 你要他由一個 他由一出生 一個安全的地方 而去一個 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 還要是突然之間 就扔掉去那裡 然後父母又不在那裡 那種安全感 那種失落 那種 insecure的感覺 其實是很厲害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第一天上學 就哭得很厲害 去到很嚴重 我們就叫做分離焦慮症 就是說 跟家人一分開 馬上就很緊張 當然分離焦慮症 可能是Pay Group 或者是幼兒班都會發生 最常見到K1都會有的 但是正常來說 頭幾天慢慢就習慣了 但是有些 他們的小朋友 是小時候 跟父母的關係 或者是他們之間的接觸 或者是親密感 是有所問題的 舉個例子 可能是不同的人抽 或者有時候去了內地抽 又回到香港 又爸爸媽媽分開 又或者被公公婆婆抽 就是很多不同的照顧者 令到他們跟照顧者之間的 我們叫做attachment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出現問題 很多時候 就會有分離焦慮症 再大一點 會有什麼焦慮症 很常見 怕這個 怕那個 怕黑 怕怪獸 或者大一點的小朋友 看得多電視的恐怖片 晚上又怕這個 怕那個 這些特殊 我們叫特殊的恐懼症 都是很常見的 去到上學的時候 就會是上學的焦慮症 在學校的時候 很擔心教功課 上課 又或者讀書 在小學階段 現在的小學 跟以前很不同 現在的小學 壓力 功課 厲害 最厲害的時間 就是在於 由K3升上去小1 這個現象是我們幾年前已經發覺的 所以 又小銜接 又二班和小學生 小學之間的銜接 是做得不好 結果 幼稚園K3 一升上小1 由於差距太大 所以一上到K1 就有很多情緒問題 現在的 這幾年之後 太多人說 這個幼小銜接 就好像好一點 好了 好了是什麼意思呢 好了的意思不是說 小1 就淺一點 就回K3 是反過來的 現在的K3 越來越深 K3 是小1 於是 整整一下 就連K3 都開始大壓力 所以現在的壓力是越推越早的 之前可能是去到高小才有壓力 後來整整一下 小學 甚至小1 現在整整一下幼稚園都開始有壓力 因為現在可能有些面試班 有些人想提供他們進入名校幼稚園 壓力越推越早 所以 上學的壓力也越大 很多時候 再去到高小的時候 甚至乎會出其他的焦慮證 比如社交焦慮證 即是跟人相處的時候會害怕 選擇性臻脈症 即是跟人相處的時候會害怕 有時候他直接不說話 就是對著人的時候 我們叫selective mutism 就是直接看到人不說話 有些叫做廣泛焦慮證 或者是強迫症 這些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屬於焦慮證的範圍 都是小學生很想見的 好了 怎樣才知道他有這些焦慮證呢 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我試過聽過有個老師 跟我說 有個小朋友 他平時沒事的 一開學就來了 一開學九月開學 他每次都是怎樣 在班房裡舉手說要去廁所 試過有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有個老師 就問大家同學 這個題目有什麼答案 有哪個同學知道 然後有位女學生就舉手 舉手 然後老師就問 你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吧 然後同學就說 老師 我要去廁所 原來他不是回答問題 原來他想去廁所 那經常舉手去廁所 那這個是不是焦慮證呢 都可以是 因為原來小朋友焦慮 他未必懂得告訴你 究竟他焦慮或是怎樣 他很多時候就是身體的徵狀 例如 心跳 手震 出汗了 然後就 作嘔吐 肚痛 很多時候聽說 例如 上學之前 明明都沒事的 但是 當他換了校服 突然說 媽媽 我要去廁所 結果又說肚餓 結果又回不了學 又或者去到學校的時候 才舉手說要去廁所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是一個焦慮的現象 那更加很多 譬如 晚上會賴尿 咬手指 咬手指 撕手皮 這個是非常之常見的 那常見到一個程度 是之前 竟然有一個 一個報章的記者 找我做一個專題 專門說這個咬手指 和撕手皮 可見這個現象是多麼普遍 那我就發覺原來是非常之普遍 很多小朋友都是一焦慮 就不斷咬手指 撕手皮 那扯頭髮也是一個現象 那小朋友就有很多這樣的焦慮症 那開學焦慮症就更加常見了 因為現在就是7月了 那疫情 那就喪暑假 那如果疫情好一些 接下來9月 大家家長或者老師 又要小心 又懶藏 扭計不上學 奶尿 吐 不肯做功課 哭鬧 這些都是一些焦慮的症狀 那好啦 大家會問 為何會有這麼多小朋友這麼焦慮的 究竟是否我們的社會 給了太多的壓力 給小朋友 讀小學都要這麼緊張呢 其實都不是的 而是很多時候 先講的就是先天的因素 很多時候我們在診政室見到 小朋友就很緊張很焦慮 但是你會發覺家長更厲害 就慢慢跟醫生說 死啦死啦 我的兒子怎麼辦 死啦死啦 我的女兒怎麼辦 我就會跟家長說 你還沒死的 你不用經常死啦死啦 你死啦死啦 那女兒當然是死啦死啦 但是你這樣死下去 其實小朋友的焦慮只會更加厲害 這個也是父母的焦慮 導致家長的教養方式 再加上家族遺傳 引致到小朋友的問題 當然除了父母的教養方式之外 其實很多因素 剛才Nilaila有寫過 學業的困難 剛才有說過 人際的衝突 家裡的父母婚姻問題 或者兄弟子會問題 兄弟子會問題最常見了 你一問他的家族 或者他的背景 你發覺 咦?為什麼小朋友 他一直都沒有焦慮的 但是呢 去到兩年前 他突然焦慮多了 再問清楚兩年前 發生什麼事 哦 弟弟出生 哦 原來有時候 家裡多了一個新成員 弟妹出生 都是一個刺激到小朋友的情緒 特別是小學生的情緒 這也是一些問題 好了 找到很多誠恩 那不是只有一個知字 我們都要去處理 但是小朋友 或者小學生 他有焦慮症 由於他這麼小 我們很難 就開始用藥物 因為藥物在這麼小的小朋友裡 很多時候我們會擔心 他的副作用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會先用一個解決的源頭 剛才說過 例如你看到學業方面 你可能跟學校方面 談一下怎樣 學業方面調整一下 很多家長都帶小朋友 去到最上級的名校 但誰知道 原來小朋友根本 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那彭輩的問題 學校會不會有些欺凌 家庭關係 找了一個源頭出來 才可以解決到壓力的源頭 也要幫家長做些功夫 叫家長不要經常都這麼焦慮 讓小朋友少些受到家長的壓力 心理輔導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去處理 很多時候心理專家 會跟小朋友做些心理輔導 用一些很有趣的方法 可能是用一些圖畫 或者用一些短片 因為很多時候小朋友 他未必是真的懂得 很清楚地說到他內心世界 所以心理專家就會用一些方法 或者用一些圖畫書 或者用一些玩具 令到他講到自己的心底話 有時候 他將自己的情緒講出來 就會好很多 如果情緒不說出來 很多時候小朋友用的方法就是發脾氣 試過最厲害的就是 可以發得很大的脾氣 或者是公眾場所的脾氣 然後就扭了耳朵 搞來搞去 或者是很厲害 這些情況 其實跟我剛才所說的 那些焦慮的原因可能是相同的 都一樣是學業 家庭 或者是蓬佩 在哪些小朋友 他們會比較容易有脾氣呢? 就是那些衝動 或者是比較自我中心的小朋友 會比較容易多些 但是家長管教方式 也是會有關係的 例如 小朋友他平時 不發脾氣 又不理他 但是當他發脾氣的時候 家長才會去理他 結果很多時候 小朋友就用發脾氣這個方式 我們叫做 draw attention 讓家長給他一個關注 在診診室裡 家長問得最多的問題 除了剛才說的 咬手指、撕手皮之外 就是這個問題 怎樣去處理他發脾氣 口說沒用 有時候我直接在診診室裡 直接給他看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可以 直接在你面前發脾氣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小朋友 也是小學生 他試過在我面前 直接發脾氣 結果兩個打架 兒子又大脾氣 媽媽又很生氣 結果就炒了一碟 我就馬上介入了 那我怎樣處理呢 我首先叫媽媽 先冷靜點 不要發聲 然後由我發聲 我就說 兒子 你在發脾氣 然後兒子看著我 他覺得很奇怪 醫生不罵我 只是說話 說我發脾氣 這是第一個方法 當他發脾氣的時候 你要直接跟他說 你發脾氣 原來很多小朋友發脾氣的時候 是不覺得自己有脾氣的 他們不知道自己發脾氣 原來自己知道自己發脾氣 或者叫做self awareness of emotion 都是一種能力 是一種EQ的能力 原來沒什麼EQ的小朋友 是不知道自己發脾氣的 所以當他發脾氣的時候 你告訴他 他發脾氣 原來也是一種方法 去令他冷靜 因為當他自己 知道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這個才是他self control of emotion 第一步 先有self awareness of emotion 好了 告訴他 你在發脾氣之後 第二步就要跟他說指示 就是罵他 你告訴他 現在醫生 要你冷靜 如果你不冷靜 我們是沒有人理你的 那我就叫他媽媽 不要再看他 那小朋友 你為什麼不理他 原來Eye contact 是最有用的 當你不看他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你不理他 那我就跟家長一起說 我們現在不理他 直至他停 誰知道 這個小朋友發生什麼事 他居然用兩隻手 夾著媽媽的頭 逼媽媽的頭 逼媽媽看他 就是說他覺得媽媽不理他 他是受不了 原來小朋友很需要大人的關注 如果你不理他 他簡直是會很不安 然後我就指示給小朋友 如果你想我們理你 你要自己冷靜 結果這個小朋友 就真的慢慢冷靜下來 到了他冷靜的時候 我就讚賞他 我說很乖 很厲害 你終於冷靜下來了 最後慢慢解決了問題 就是說三部曲 一開始你要告訴他 你是在發脾氣 訓練他的EQ Self awareness of emotion 第二 Withdraw attention 就是完全不理他 特別用眼睛 完全不理他 那他就覺得害怕了 就是說他覺得沒有這個reward 我們這個叫做 就是remove of reinforcement 其實你罵他 是在reinforce他的發脾氣 你remove of reinforcement 這種conditioning的方法 就是令到他沒有這個reward 就是說如果他有發脾氣 就沒有人理他 他說第三 就是當他有個好行為 我們就讚賞他 就是讚賞他的好行為 不要讚賞他的壞行為 到最終他就自己可以冷靜 這些方法 其實很多家長都不懂得做 反而越做越壞 結果令到小朋友的情緒 就越來越厲害 到了這個位 其實就會發覺 原來很多家長 不懂得處理小朋友的情緒 以至到令到親子關係很差 但這就是家長的問題 家長不懂得處理 但是會不會有些情況 是小朋友真的有問題 他真的比起一般的小朋友 是有些不同 以至於 就算是幾好的父母 都搞不定 有的 有一種我們就叫做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 什麼叫過度活躍呢 就是 經常不停活動 難以至控 又經常斬斷人話病 又經常騷擾人 又沒有耐性 又很衝動 這些小朋友 我們叫做最好的家長都搞不定 就算是醫生搞不定 社工搞不定 什麼人都搞不定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有病 這個真的病了 真的病了 因為這個真的老步出現了問題 我們叫做過度活躍及專聚不足症 很多家長都說哪有這種病 特別是哪些人 我不是說想分開男女 但是又真的很有趣 最常見說沒有病那一句 爸爸說得多一點 很多爸爸都說我小時候都不停活躍 專聚不足我小時候都上學都不聽書 很多時候我就說你小時候是不難道 你又想你的兒子是這樣嗎 很多時候爸爸這樣說 其實不是代表沒有病 是代表他也有病 即是說爸爸也是過度活躍症 三大徵狀 這個我們叫ADHD 我相信大家聽過 三大徵狀 一個過度活躍 一個專聚不足 一個衝動控制 這三大問題其實都還蠻緊扣 當你經常都很活躍 你又怎可以坐在這裡專心聽書呢 當你很衝動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很活躍 但是這三大徵狀 如果一起走出來 即是有ADHD的病 其實都是一個先天腦部發展的問題 很多研究都顯示 ADHD的小朋友 他們的腦部 譬如一些腦部的circuit 或者是腦部的結構 一些化學的反應 其實都是比起同年級的小朋友 是有差異的 而這個差異是令到他們的腦部發展 去到這個階段 致控能力比較弱 衝動控制弱 而且專心不下來 而這個病的時候 就算家長多有耐性 或者大家多可以幫到他 都沒有辦法 令到他的病改善 而引致其他問題 例如他太活躍就上不了課 太過衝動就跟人吵架 或者很多家庭情緒問題 ADHD的問題 真的需要去找醫生 去做一個正確的診斷 而且甚至乎有部分 可能需要用到藥物治療 但是ADHD 是其中一個 所謂最常見的腦部發展問題 另一個也很常見的 就是指閉症 指閉症背後 其實一樣是腦部發展問題 但是他的症狀有些不同 當他跟人的社交能力弱的時候 只是誤解別人的意思 於是很容易在這些誤解中 就會有很多怨恨 接著在溝通中出現問題 或者跟年紀的小朋友吵架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偏執或固執 脾氣控制 差起來真的很厲害 指閉症要怎樣處理呢? 指閉症沒有一種特別的藥物 但是早些發現 剛才說過 三歲甚至到兩歲半 已經有一些早期的 指閉症的症狀可以檢查到 三歲已經可以做到診斷 所以越早發現 就越早去做一些訓練 這些訓練包括社交訓練 或者一些行為訓練 其實可以早些令到他的腦部發展有所改善 黃金治療期就是三至六歲 所以越早去檢查得到 越早去做訓練 這些小朋友 其實他的情緒控制 反而比較好 這個就是 我們講完兒童了 總結 兒童就是 一開始出生 在從中間醫院給我 或是在小學 甚至在小學上 不斷地有發展 甚至於大學 很高的健康 或者是社交問題 然後有ADHD 或是帕瀨 這些就是幼稚園 以及小學的一些 那些常见的情绪和精神健康问题 是需要找到我们的 好了 到这里停一停 我们想一想 由小学到中学究竟是怎样的过程 那老师一想就是 小学到中学是什么过程 就是情分事 那当然不只是想这样 其实我们尝试从一个心理的角度 心理的角度小学到中学是怎样的 其实都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成长的阶段 他由一个小朋友 开始变成一个大朋友 他又未去到大人这么大 但是他的新生发展又开始 步向一个很羡慕做大人的领域 他很羡慕为何那些大人可以做事 我自己有两个儿子 一个小学 他们经常跟我说我要做事 我的小孩在幼稚园 他经常说 爹地妈咪你们可不可以多生一个 我说为什么 一个四百万个 他说不是 你多生一个我就可以做事 最小的儿子说 你多生一个我就可以做事 原来他们觉得大的人可以做事 最好是什么都很羡慕 小朋友可以无忧无虑 所以就隔离发香 大人就恨小朋友 小朋友恨大人 儿童进入青少年 上到中学 就很恨自己可以做大人 可以掌控自己的空间时间 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发展 但是这样的渴望 很多时候就会遇到失望 因为年轻人的压力真的非同小可 他上到中学的时候 更多的学业困难 蓬佩的影响越来越厉害 因为当他发现人制关系越来越复杂 小朋友的世界比较简单 就是一群年轻人玩一堆 但是去到中学 真的可以很复杂的 可能这个排斥那个 那个又不喜欢这个 家庭问题 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知道的 可能只是听到父母吵架 上到中学 老暴发展 情绪发展 情感发展 这东西令到他们 知多一点家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他更加知多一点 家人之间的那么复杂的争拗 令到他们更加不开心 开始有感情问题 当然啦 中学生不应谈恋爱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大把 很多感情问题 这个喜欢那个 那个又非这个 这个又分手 社会问题 社会环境 这大半年里面很多社会事件 这些问题 就会造成很多压力的症状 中学生的压力症状 跟小学生有点不同 小学生由于不懂表达自己 所以很多 刚才我说的 什么赖尿 撕手皮 举手说要去厕所 上到中学 开始 症状有点像成年人 当然啦 成年人的压力征兆都一样 身体的毛病 头痛头云 心口不舒服 肚痛胃痛 这里痛那里痛 失眠 胃口差 胰骨焦虑紧 越来越像大人 但是呢 我们就要想 究竟 怎样为之 真的 糟糕呢 先说回 老师的问题 究竟一班里面 三十个人 或者校长一级里面 整家学校 这么多学生 哪个学生 在有精神问题 谁知道呢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些 叫做 爆煲的征兆 不是说等到爆煲才处理 但是 你至少知道 哪个爆煲 你要立刻去处理 或者早点去处理 最常见早期的爆煲 就是拿病假缺货 不是啊 病假真的是病 但是不是的 很多时候小朋友 很痛啊 头痛啊 不舒服啊 去到可能医生那里 就这样说 你可能是普通病 这些其实都可能是情绪问题 然后开始成绩下滑 或者逃避社交 或者家里有冲突 或者行为问题 开始有很乖的学生 突然间寄过 突然间又不上学 突然间成绩差 这些爆煲的征兆 就很值得 不要只是说 他这一陣子太厉害了 他很坏啊 他干什么事啊 不要经常从一个粗行的角度去看 都尝试了解一下 这个其实会是什么 情绪的问题 所以 以往我们见到很多学校 都是训断老师的 训断老师是讲粗行的 你粗行你坏 那就几缺点 但是我见到很多学校 已经有些改革了 就是说 不是叫做训斗老师 是训断 就是训断 训断老师 是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 就是说 训断老师 发现到的问题 可能要给辅导老师 最好训断老师 就跟一个老师做 甚至训断 再加上社工 现在还有医管局的一些社康护士 去到学校 其实现在学校有很多支援 但是如果能够从一个粗行的角度 慢慢去揭发到他可能是情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去早期识别 去到中学生 他的精神问题是怎样呢? 更加复杂 而且开始我们叫做 衍生出不同种类的精神病 而且是早期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就不重复了 但是在中学的时候 更加多 就是心烦 焦虑 身体不舒服 会多了一些社交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 一般是上中学会比较多的 小学都比较少 去到中学 开始会手震 面红 面红这个症状 是没有其他的焦虑症 其他的焦虑症 是不会面红的 唯独是社交恐惧症 是会面红的 另外 开始多些强迫症 例如经常洗手 檢查 去到中学 这些焦虑症 会多了 抑鬱症 去到抑鬱症 我们的经验就是 上到中学 抑鬱症的症状 会比较明显 更加像成年人的抑鬱症 有些负面思想 小小的小朋友 中学生 我可以跟你告诉你 人生真是没什么意思 我有什么用 这个世界为什么我要存在呢 会说这些说话 真的看到他很悲伤 这些其实都是很早期的抑鬱症的症状 好了 这个我要怎样提醒 就是思觉失调 为什么要讲一讲呢 因为小学生是不会有的 基本上 真的要去到中学生 大概15岁 大概这个时间 就是去到高中 那么 思觉失调 跟焦虑抑鬱症有些不同 但是很类似 很多时候也会当作焦虑抑鬱症 因为很多研究显示 原来思觉失调 病发的头两年 是会有一些 我们称之后 我们称之后 就是一个 我们称之后 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 他未必会出一些正式的症状 但是可能就会开始 成绩下滑 我爸爸 开始那个人好像怪怪的 不和人说话 接着呢 到了正式病发的时候 就开始有幻觉了 可能听到一些 不存在的声音 又或者开始有些妄想 初期可能就是被人批评 被人排斥 但是中学生被人排斥 其实也可能是的 但是呢 整整一下又说 有人监听我 有人控制我 有人迫害我 然后自言自语 自我封闭 甚至乎有些怪异的行为 或者呢 开始不洗澡 不吃饭 不洗头 人的治理能力都差 那这些呢 就真的大家要留意了 会不会是一些 我们叫做思觉失调 思觉失调的比率 比起焦虑和抑鬱症 是比较少的 但是他的问题的严重性 是大很多的 所以在 儿童及青色年诊所 我们偶尝都会遇到一些 都真的很早期 在中学生都会有的一些 思觉失调 那就要转介给一些 特别的专科去处理 另外要留意一下就是 药物揽用 很多时候 人们都说 揽药的问题 会不会这么早 大学生的年纪才有 不是啊 原来最近 很多禁毒署或者社工 都说到很多新的研究 或者一些数据 中学生 濫用一些药物 譬如 堤仔 拼头 或者这类的情况 都常见 而这些濫用药物的情况 其实都会引起思觉失调的症状 所以各位老师和校长 真真正正正要处理 因为如果真的发现有濫药的问题 需要社工 甚至更多的专家去介入 说了这么多问题 大家都说 作为老师 作为校长 匹合了学校里面 这些情绪 粗行 精神问题的人 出来处理 怎么处理啊 转介精神科 搞定了 但是你发觉 近年很多经常说 青少年 学生自杀的个案 大家都很震惊 怎样震惊呢 可以看到两篇报导 这两篇报导 都是说一些不幸的自杀个案 左边这篇就说 有个中三的女生 跳楼忙 右边又是另一个 又是中学的 你发觉 不只是记者是这样死的 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用一种说法 就是品学兼优 就是说 那你想想 那你无端端 一个自杀个案 你要说他品学兼优呢 难道品学兼优 就不可以自杀吗 不可以有情绪问题 原来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 他品学兼优 就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充伤问题 他那个行为非常好 甚至乎可能在学校拿奖 或者参加很多活动 学业成绩非常好 医生 刚才你说的 有情绪问题 早期爆煲症状 就是成绩差 他品学兼优 就是没有了 那为什么他会 无端端自杀 这个我们叫做 品学兼优的迷思 就是说 他品学兼优 不用担心他情绪问题 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原来就是一个我们叫做 完美主义 什么叫完美主义呢 英文就叫做 perfectionism 就是说 很多中学生 原来都有这种 这样的倾向 就是说 每样东西要做到最好 对自己要求超级高 然后就令到压力超级高 虽然他表现出来 是品学兼优 但是表面就风光 背后就垂垂 我经常跟一些品学兼优的 完美主义的年轻人聊天 他经常跟我说 哎 很辛苦啊 虽然我现在品学兼优 但是其实我付出的努力 是比别人多很多倍 接着我就会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高处不升寒呢 我说是啊 是啊 我现在又第一了 一样东西要拿奖 我收过很多个案 是搞学生会 是参加比赛 这些全部都是学校觉得最光荣的事 结果当事人就抑郁了 这些其实是一种隐藏的情绪杀手来的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有一个研究显示 这个研究很有趣的 做了4万个大学生 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先进国家 发觉呢 由89年做到2016年 这20年呢 完美主义的倾向上升了10-30% 即是说 年轻人全球化的现象都是 对自己的要求高了 对其他人的要求高了 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要求都高了 而这种要求呢 是令到他们一代被一代沉重 于是令到他们的情绪 表面上是品学兼优 但是呢 就会出一些问题 突然之间有自杀 爆煲 所以令到大家不要忽视这件事情 对于自杀的风险评估 要小心一点 即是说 就算他品学兼优也好 如果他本身的情绪负担是很重很重的时候 你都真的要去问一问 究竟他本身有没有一些自杀风险 这里简单介绍了自杀风险评估的方法 首先就是他有没有自杀的想法 接着呢 有些严重一点的呢 就会想 他会不会用一些自杀的方式 就是说他会不会除了想自杀之外 还会想起 我用什么方法自杀 或者甚至乎有定预备 或者存好一些药物想吃 或者想在哪里跳 甚至乎有些自杀行为 最常见就是 可能是戒手这些自残的行为 甚至乎有些自杀的行为 甚至乎去了急证室 这些东西 当你有这样的时候 就代表他的自杀风险是越来越高 评估了之后 如果真的很厉害的时候 就真的要找中业人士去尽早做辅导 所以就不要忽视了品学兼优的学生 遇到这些压力 很多家长和老师 就会说一件事就是 如何才能跟年轻人沟通呢 小学很少人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原来中学生 是很不喜欢跟大人说他的压力 他们在这个阶段 是很喜欢跟同学们分享的 他们喜欢Whatshap 或者IG 他们整班一起聊 但是妈妈问他什么 是不理你 所以如果你要学一下 如何跟年轻人讨压力 就要用一些技巧 这里就简单介绍了一些技巧 三点 第一 首先你要跟他有个关系基础 就是说你不要平时不理他 有事才突然关心他 他们很喜欢这样的 或者平时是爱你不理的 有事是大条道理 你不理我 你又对着我又不是关心我 就说你那套 我们以前怎样怎样 他们会觉得你是用你的身份去压他 所以他很不喜欢你 就常常不尊重他 他喜欢你跟他平等对待 他才会给他的心底 告诉你 他多时都会觉得你聆听他 了解他就好过你 就常常要教他 这是一个跟年轻人 谈压力的技巧 你说年轻人是不是自己 一定要靠专业人士帮他 才能抗疫 不是的 年轻人有他自己的方法去抗疫 这里主要有两大方法 第一个就是情感宣洩 例如发脾气 或者找人谈刺 但是找人谈刺 也不谈得那么多 也有一些年轻病人跟我说 我跟我的朋友 谈谈谈谈谈 谈谈他就走了 我为什么 他说我受不了 整天都听你说的 都是不开心的东西 很多负能量 所以有时谈谈 都未必能谈到 有时就会用发脾气宣洩 另外年轻人用一个 很常见的方法去抗疫 就是什么 逃避 有功课 很难做 不懂做 明天才做 上学很辛苦 不上 最常见的我们叫做 就是不上学 学校最喜欢转介给我们 大家不知道 其实教育局有一个缺货组 就是说 专门处理不上学的学生 我之前也问过教育局的同事 他们说 其实缺货组的 他们的压力都很大 因为他们很多同学缺货 结果 用很多方法 亦终转介给我们 转介给心理专家 处理缺货 都解决不了 但是我们在 个案分析里面 的确在缺货的过程里面 找到一些 精神问题 例如思觉失调 焦虑症 是有的 但是当那一批 都处理好了的时候 你发觉 在缺货的学生里面 有一大批 不是一批 是一大批 的缺货学生 他们是找不到 任何的 情绪精神问题 那怎么办 很多人都问我 那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 其实他就是 逃避 就是说他遇到压力 他不想处理 不懂处理 他就不上学 另外呢 以前就说 上学 是一个 一定要上学 但是现在很多家长 就说你不上学 那他就在家休息 打游戏 玩 于是 其实 越是逃避 他的压力 就越是放松 你想想 他哪里有动力去回 那这种逃避的方法 其实是会令到他更加差的 所以解决方法就是 我们要教他 不要只要逃避 我们要problem solving 就教他 太大压力要处理 不是说逃避就可以 但是你要学习 这些问题分类 哪些先 哪些后 缓急轻重 定立一个短中期的目标 然后呢 去想一些解决的策略 去逐步去处理 这个叫做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就是说教小朋友 教年青人 用一个正常的方法 去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是整个问题逃避了他 当然 在他逃避的过程里面 他会觉得舒服 但是当你要他去解决问题 他就会觉得辛苦 所以教他解决问题之余 也要教他一些放松压力的方法 所以 就来到讲座的尾声 也要讲讲究竟有什么减压法 减压方程式 年轻人适合的方式 第一个当然是运动 最近我和一些机构合作 原来他们现在经常搞boxing 就是说 打泰拳 打出一身汗 你知道年轻人 要发洩情绪 发洩他们的精力 很多时候 打完拳 或者做完运动 就可以减压了 原来 不只是打拳 增加活动量 也是一种方法去减压 有些研究显示 我们叫做behavioral activation 连抑屈症都可以改善 什么叫behavioral activation 就不一定要去健身室做大的运动 你只要增加你每天的活动 活动量 不是运动量 活动量就可以 但是有些人就不知道 你知道原来洗澡 也是会增加活动量 原来洗澡也可以抗抑屈 什么叫做增加活动量 小朋友的方法很简单 走路上学 走上下落 回到学校 走五层楼 和爸爸妈妈出去神韵 现在疫情就没得做 但是如果之后 可以陪家人去街市买菜 做家务 疫情期间怎样增加活动量 拖地 不断拖 拖地有几个意思 第一 增加活动量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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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Mindfulness 为什么拖地会有Mindfulness 因为拖地 其实是一个重复的行动 如果你看看日本那些禅修的寺院 你看他们的寺院里面有些沙 一个圈 一个圈 和尚就是一个圈 一个圈 一个圈 拖得很棒 其实我们家里就可以拖地 每一格砖拖一次 拖一次 好像阿信的故事 拖一次 是很Mindful的过程 这是一个圈子 当你的行动活动量增加 每天的活动量增加 连你抑鬱症的症状都会少 好了 艺术兴趣 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配画、设计创作、图囵、手工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叫病人 有时候画画 表达了你的情绪 其实这也是一种情绪宣示的过程 而且是比你的发脾气好 正观刚才说过 正观的意思不只是冷静下来 最重要的是要专注 很多人以为正观就是 算了 但不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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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我说拖地是专注呢 因为你要专注到拖把 所以你冷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也要专注 这样才能做到正观效果 音乐也是一种方法 社交活动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疫情期间做不到 但如果疫情过后 很多家长都会说不要让他去夜街 其实有时候社交活动也是一种减压方法 最后这个真的可以 家里也做到 而且是有研究显示的 就是写东西 不要少看一本簿一支笔 有些研究显示 如果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工作 坐下静下来 将一些东西写下 有些人就写一些生活的小趣味 有些人就回顾自己的成就 过往我自己做些什么 或者写一些人生的计划 就算你写一点点的 简单的自我回顾 当然有些人就不是拿一支笔 是打开电脑在Facebook写 但其实 即使是写作本身 这个过程 都对于精神情绪健康 有一个舒缓的作用 所以 这里就说了整个年轻人的情绪压力 总结一句就是 年轻人上到中学的时候 开始有身份的转变 要学做大人 但是 他的情绪压力都开始 越来越像一个成年的精神问题 可能会有焦虑 抑鬱 甚至思觉失调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滚学兼有一个学生 可能背后 都是有很多压力的 甚至乎 要评估清楚他的自财 年轻人很多时候 你要尊重他 一个平等的身份 才可以和他谈他的压力 而他们自己都会减压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用一个 逃避的方法 那怎样才可以令到他们不逃避呢 就是教他们 把压力斩键 如何一步一步 用问题解决的problem solving方式 配合一些减压法 例如做到一些运动 或者是社交 或者是艺术 甚至是一些Mindfulness的活动 令到他实际去面对问题 实际解决压力 也可以放松身心 用一些减压的方法 令到他真的去实际解决问题 才可以处理得到他们的压力和情绪 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完了 今天我讲完所有 就是幼稚园小学到中学 所有的学生 他们的情绪问题 如何识别和协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问我 那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